马来西亚大选激战 蓝墓水停电 幽灵人口等舞弊传闻不断 但人味变天 执政党主打经济牌 选前还大发26亿美元 也低收入户 美股上周连番工长指数持续反弹 创新高摆脱以往低迷气氛 股神巴菲特表示 是美国联准会超级量化宽松奏效 艺人赵薇导演处女秀 就知青春电影票房大卖 连带让投资公司的股价 飙准超过四成 大陆电影市场每年增长30% 千里无穷 QRCO下载优惠已经过时 音波WiFi主动出级 将广告送到目标客户手中 告诉你什么最便宜最好买 行动商务预估年 获1.19兆美金 美国积极开采新能源夜延期 台座也将砸17亿美元扩建 国法马自豪百年用不尽 还将变身游国大亨 不用看中东游国脸色 观看完 星期一 欢迎您准时锁定TVBS的 Focus全球新闻 国际头条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 举世关注的马来西亚大选结果 执政56年屹立难摇 半世纪来 执政在野实力最接近的一次选举 吸引了八成的超高投票率 最后开票 马来西亚执政党继续执政 我们来看一下的 就是执政的国民阵线 那么现在呢 是囊刮了133席 占5成8 于是纳吉稳作总理 那么另外呢 占35%是在野的人民联盟 挑战执政不成 但他的席次有增加 目前总共占有88席 里面呢 还有独立人士 在画面最下方也拿到一席 这就是选举的结果 另外这次的大马选举 首次采用不吞色的墨水 说要根除 筹复投票的弊端 我们在画面的 靠我最远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 但是有网友提供图片 他们说有人两只手指 都沾有蓝墨水 似乎还是可以重复投票 画面最中间的 传说最甚的 就是这张照片 一直有4万名 孟加拉的外劳 在投票前一周 陆陆续续抵达马来西亚 另外呢 还有人出示照片 说投票所停电 于是脸书掀起了黑潮 马来西亚的网民 把自己脸书上的大头罩 封面换成全黑 抗议他们认为 选举有所谓资源性的舞弊 但是选举结果底定了 马来西亚的连续执政 进入第56年 面对在野党强势逼宫 已经执政56年的 马来西亚国民阵线 在周日的国会大选 拿下过半席次 保住政权江山 mereka telah 中文 mengganggu gougat dan menjatuhkan barisan national tetapi alhamdulillah kita masih kembali berkuasa 堪成马来西亚 1957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 最激烈的一场选举 反对党人民联盟的领袖 安华统合在野势力 喊出马来西亚首度政党轮替的口号 但选举结果222席的国会席次 人民联盟只拿下88席远不及执政党的133席 安华控诉是执政党无必害他们输掉大选 这次选举的最大争议就是执政党首度采用点磨做计法 投完票的选民必须在左手食指上 涂上不会褪色的蓝色墨水座记号 但事实上 但高达八成的投票率也显示马来西亚选民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关切 网络上甚至不断流出指控政府为了保住政权 不惜让外劳领马来西亚身份证投票与民众起冲突的影片 其实最期待变天的是占了马来西亚人口四分之一的华人选民 由于马国政府长期采取领域马来人的政策 但华人在教育和就业上难以跟马来人竞争 所以希望反对党能改革马来西亚不平等的种族政治 但这名女性杨子琼却因为在选前公开出席首相晚宴力挺执政党激怒不少网友 尽管他父亲是执政党国民阵线的大佬露脸站台并不意外 但网友认为他的动作侮辱了曾经饰演的汪山苏姬 更扬言要抵制他的电影和代言产品 吴吴贤仙也因为替执政党赞助的演唱会登台 惹上卖国贼的骂名 民主政治本来就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 但马来西亚这场选举异常激烈 确实让不少大马名人纷纷跳出来喊话 选举结果显示大马民众渴望安定的心情更胜于改变 但族群议题确实已经让选民结构松动 如何让对立的族群重新团结 是马国执政党胜选后的首要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马来西亚大选国际很瞩目的原因 是因为原本选前各界都认为是五五波 也就是民主国家正常的政党轮替 难道在大马就不可能发生吗 结果就是没有发生 虽然大马这一次五月五换政府的口号是简洁有力 但是执政的国阵 他们的经济牌确实有实际的数字支撑 马来西亚2009年以来 人均所得已经增长了50% 未来的愿景是七年之内要成为高收入国 于是和世界各国近年的选举一样 选安定选荷包 变成了决定这一次结果的关键支撑 在激烈的马来西亚选战中 现任总理国民阵线的纳吉 主打经济牌 不断地宣传这些年在经济上的贡献 这几年马来西亚的经济确实有不错的表现 2008年它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5.7% 09年达到5.4% 2010年更是高达7.2% 去年也都有5.6% 在经济成长的同时 马来西亚的失业率处于相对低的水准 西班牙的年轻一代的失业率是40% 100个年轻的人40个没有做过 美国最少有15% 英国也是一样 但是马来西亚我们的失业率是3.8% 我们面对的是严重的劳工的短切 反对阵营的人民联盟着力点在打击贪腐 也希望打破马来人优先的陋习 因为几十年来 马来人在各方面都享有特别的待遇 但是在经济上 反对党要给人民的愿景却是模糊的 这次马来西亚学院的经济 选举执政的国民阵线大手笔发放26亿美元给低收入户 虽然可以说是社会福利 但是被批评有政策买票的嫌疑 目前选举的纷扰还是语波荡漾 但是经济学家认为不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动能 现任总理纳吉在选举的时候表示 希望在2020年转型为高收入国 让平均国民索德可以从7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 这样美好的愿景成功打动了选民 他也具体提出了希望成为伊斯兰金融中心的多项计划 想要落实政见 目前按照东协整体的成长力道来看 国民索德倍增的目标虽然有点吃力 但也不是不可能达成 TVBS综合报道 说经济关注台股今天收红 那么收在8169点 而美股道琼指数上礼拜五收14973.96点 大涨了142点 其实以过去五个交易日来看 我们现在给你看的是过去六个美股交易日 公式强劲的美股在五个交易日里面四天上涨 气势如虹 今天开盘持续备受瞩目 但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好像不像股市呈现的这么畅旺 投资的信心来的有点让人摸不着头绪 还是股神巴菲特在这两天说得好 他认为一切都归功于量化宽松政策 但是巴菲特的说法是 这就像在看一场好电影 只是不知道结局 一个半月前 全球投资人还在为美股14000点惊奇 3号纽约道琼工业指数已经一度占上15000点 标准波尔500指数也破1600点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上周五出炉的美国就业市场报告 4月新增就业人口筹出预期达165000人 失业率下滑到7.5% 14年来低点 美股还会持续涨下去吗 传统上 有约华尔街五月相对平淡 进入夏天 投资人似乎已经无心在股市 他们想到的是泳装 海滩 帆船 还有卖股票 从五月开始的半年 通常是美股的低档 华尔街有个说法 五月卖股 好走人 1950年以来 11月到4月的标普500 平均上涨了1400点 5月到10月平均掉了97点 今年也不会例外吗 最近的这场马拉松 显然已经把美股推向新的里程碑 金融市场表现强劲 但其实美国经济依旧疲软 股市表现和经济基本面 似乎逐渐脱钩 被誉为奥马哈先知的巴菲特说 美国联准会的量化宽松 及零利率政策 这是这波资产及股市上涨的推手 巴菲特在周末的股东会上 被媒体追着跑 与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比赛丢报纸 再来一赶高尔夫球 他说联准会的刺激政策 就像看一场好电影 但他不知道结局 已经高龄82岁的巴菲特 目前依旧对接班人保密到家 他鼓励企业要珍惜人才 上星期巴菲特正式加入推特 第一天就有17万追随者 显示这波投资热潮中 大家都希望有展明灯 本周美国预定公布的数据不多 包括消费者信贷及批乏库存 还有迪士尼日产及丰田汽车财报 未来美国是否将持续宽松措施 联主会主席博南克 预定周五晚间发表的演说 将是重要的市场风向球 TV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人物让我们focus 库斯拉光荣隐退再一个篇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五号把崇高的国民荣誉奖 颁给了日本的旅美强棒球员 松井秀喜 过去他曾经效力的独卖巨人队 也在东京球场 为他举办了一场感人的隐退仪式 松井秀喜穿上了当年发击的 55号背号球衣 55号是因为当时的巨人队的 教练长岛茂雄 希望松井秀喜在球技当中 能够打出55支拳雷打 因此激励了松井特别努力 才能够在他20年的职棒生涯当中 打出了507支拳雷打 松井说他永远不忘 松井秀喜投球 长岛茂雄担任打击 还有独卖巨人队的教练 袁成德当捕手 主审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像这样的历史画面 球迷们恐怕很难再看到了 松井秀喜和长岛茂雄过去在独卖巨人队合作 被外界视为师徒党 而松井的55号背号就是由长岛亲自指定 就是一位长岛的激励让松井20年的职棒生涯 挥出了507支拳雷打 松井的强劲打击力道让他被网罗进美国大联盟 2009年的世界大赛更是打得神之右手佩卓马丁尼兹 无球可投让他拿下当年的世界大赛MVP 而美国球迷各个也都为他疯狂 他代表了一位最好的球员 一位最重要的球员 他就是非常非常敬虑 一位美国人的角色 一位美国人的角色 我以为所有的孩子 我以为自己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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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代表松井55号背号的5月5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颁给松井和长岛国民荣誉奖 吃毒两人还刻意穿了相同的服装领奖 大批球迷进场支持 足见两人在日本职棒的影响力 TVB的新闻综合不到 应该是创造了典范 好 接下来要来看的是透视新能源 足以改变未来全球能源版图的叫夜炎气 它新的开采技术 让美国已经试验成功了 也让台湾的石化龙头台塑集团 预计砸下17亿美金 大约新台币高达493亿 在美国德州要进行新的扩建 而营造大厂中顶 也希望扩展美国夜炎气的工程商机 美国这几年就是靠着积极开采夜炎 让天然气和原油产量暴增 国际农员总数最新的数字是 美国有可能因为夜炎气 在2015年超越俄罗斯 成为全国第一大天然气产国 更有可能在2017年 美国会取代沙吴地阿拉伯 变成全球第一的产油国 而在全球政治上的重要意义是 美国能源自立之后 未来不再需要为了石油 看中东的脸色花钱打仗 可以减弱中东动荡的局势 对于国际能源的价格 也不会再带来这么大的冲击 让欧巴马自豪一百年也用不完的能源 就是美国这几年最夯的夜炎气 也是让这个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 变身石油大亨的关键 夜炎气是一种类天然气 蕴藏在层层夜炎的缝隙当中 过去受限于技术一直无法开采 直到前几年 美国才发展出突破性的水力压裂开采技术 方法是让管线垂直深入地下2000多公尺的夜炎层 以水平延伸到达要开挖的目标之后 在灌入被列为商业机密 混有化学物质的水 以高压喷射的方式让炎层裂解 以释放当中的天然气抽取出来 靠着独步技术美国积极开采夜炎 使得天然气产量暴增 从10年前的2%到现在已经逼近40% 有些夜炎田甚至能进一步提炼出夜炎油 让美国的原油产量跟着提高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报告 美国将因此在2015年超越俄罗斯 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产国 更将在2017年取代沙烏地阿拉伯 成为全球第一的产油国 但开采夜炎的水力压裂技术 必须大量用水破坏地层 在环安上一直备受争议 他们都是居住在 宾州夜炎开发区的民众 能源公司以每英亩25美元的价格 换取在他们的土地上开挖 但生活环境也跟着被卖掉 就连喝下肚的水都变得这么毁浊 其实宾州未处的马赛勒斯夜炎带 是美东地区夜炎气含量最丰沛的地方之一 但马赛勒斯夜炎比一般夜炎层深 业者在挖深的同时 浅层的岩层也被跟着破坏 造成天然气流出污染当地水值 尽管不环保 但夜炎气的开采 大幅压低了美国天然气价格 只有欧洲的四分之一 吸引不少国际间高耗能的钢铁化工厂 计划到美国投资设厂 就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二月访美时都当面 向欧巴马请求 希望能进口美国的夜炎气 以解决辅导和灾后 日本能源不足的问题 美国的夜炎革命 正以强劲的力道 改变全球的能源结构 便宜的天然气和原油 似乎已是可期待的趋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focus 看全球变异 在距离我们非常近的中国大陆江南 创造的不思议画面 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这里写的沙化严重 突兀的沙丘就在家门口 讲到江南 一般人想到鱼米之乡四个字 但事实上对岸有12个省区市 严重的沙化面积 已经将近四分之一个台湾 这么大 几十座沙丘连绵不断 连野草都很难伸根的沙地上 只剩少数营养不良的树木 还在垂死挣扎 不知情的人以为来到了西北大漠 事实上这里是素有鱼米之乡 美誉的江南 而且是大陆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的腹地 老农民说的一点都不夸大 黄沙逐步进逼 已经来到了民宅旁边 许多人家一推开窗 就是一大片沙丘横在眼前 沙地上一道道刻痕 都是雨水冲刷的痕迹 因为缺少资金治理 地处鄱阳湖腹地的几个村子 泥沙成绩越来越厚 可耕种的农田人均面积 已经不到七分底 不过十年之前 鄱阳湖还是大陆面积最大 湿地物种最丰富的淡水湖 稍有年纪的农民都还记得 那时的鄱阳湖 旱季时可以存住天上的雨 雨季来临又可以分流过量的洪水 是个天然的水利枢纽 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自然本身它就不自然了 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 一遇上空水期 鄱阳湖面积就会大幅缩减 以2012年为例 八月份测到的最大面积 3990平方公里 一进入十月 立刻微缩至1060平方公里 等于两个月不到 就蒸发掉四分之三的水域 而在不该下雨的时候 出现的暴雨 夹带着上游泥沙冲泻而下 也是造成鄱阳湖沙化的主因之一 它是长江的下游了 受到长江水的紧托 所以水流到了鄱阳湖那边的话 已经减缓了 河床下宽了 然后水流减缓了 雨沙就容易沉寂下来 这也是江南沙化和西北沙漠化 最大的不同 多发生在沿海 沿河和沿湖地区 当地人称呼这些新罗旗布 像高耀一样贴在绿地上的沙丘 为江南山巴 据统计 鄱阳湖所在的江西省 沙化土地面积已经达到 72480.9公顷 其中长江沿岸地区 6309.8公顷 鄱阳湖住边则是24587公顷 最严重的是干江等五河流域 41584.1公顷的面积 占了沙化土地的一半以上 地方政府虽然努力造林 收效始终有限 鄱阳湖沙化面积仍以 每年3到5公尺的速度向外扩散 一旦形成流动沙丘 治理难度更大了 可怕的是江南山巴 似乎有蔓延的趋势 大陆国家林业局 最近一次针对大陆南方沙化 进行全面调查是在2009年 从华东到东南沿海 再到四川重庆 12个省区市无一幸免 沙化面积达到8800平方公里 将近四分之一个台湾大小 但这已经是四年前的数据了 大陆气象部门评估 未来20年南方沙化土地 会因为干旱洪涝更加扩大 若不加快治理 我们所熟悉的江南水乡 恐怕会成为另一个敦煌 TBS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回到APP商战的最新消息 大家都知道 谷歌尬苹果尬得很凶 那么从五个月前 谷歌推出新版本的网络商店 Google Play下载量直追苹果 后来Google又瞄准苹果的语音系统 Siri推出也能够在iPhone手机上 用的智慧辅助工具 叫做Google Now 接下来两大龙头 就要在这个月和下个月 分别召开全球开发者大会 到时候相尬的创意产品 更令人好奇 美国就业数据报喜 激励上周五 道琼标普指数双创新高 苹果跟着开香槟 股价大涨1% 继续朝450美元关卡靠拢 累计从这波低点回神 苹果股价反弹幅度达17% 颇有谷底翻身的味道 但苹果劲敌Google来势汹汹 恐怕还不能高兴太早 OK Glass hang out with Ryan's class Google眼镜才上市 就有国外物理老师带着他 前进瑞士盒子研究基地 给学生来堂远端视讯Live教学 老师举目所及 学生同样能胜利其境 根据研究机构预估 到2016年 Google眼镜的销量 将上看940万副 而且Google向苹果呛瞎的产品 不止这一样 这一两年我们看到最明晴的成功 最明晴的成功就是Google Glass 虽然我们都还没有拿到 但是全世界都众所期待 那可能在这个点 会跟Apple上面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交集 Google接下来可能还是开发 跟iPhone有关的产品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 它是开发电视 或是其他以外可信的产品 Google去年把只卖App的Android Market 改版成Google Play 不仅音乐 书籍 电影 什么都卖 而且上下规范 付费方式 都比苹果的App Store宽松 另外针对苹果Siri语音系统 Google也推出智慧辅助工具 Google Now 不让苹果专美于钱 虽然今年第一季 苹果靠着App Store 大赚台币440亿亿 Google Play的收益 只有App Store的38% 但比起去年同期 只有10%已经明显成长 另外从下载量来看 Google Play已经达到App Store的九成 甚至已经超越App Store 以世界上智慧型手机的比例来讲的话 iPhone已经掉到39%了 Android手机已经到45%了 所以现在其实在 掌握这个世界最强的 智慧型手机领域 其实已经是Google在掌握了 我觉得Google现在要学习的是 软体跟硬体的整合 在这一点上面 是落后于Apple非常多的 Google靠着三星等飞瓶阵营 持续壮大市场 今年2月 北美Android系统 市占率高达51.2% 一举超越苹果iOS的43.5% 而且在全球持下7成市占 比较两大龙头 今年股价表现 苹果从年初的549美元 至今跌幅将近两成 Google的走势却反向成长 累计涨幅达16% 在气势上 苹果输了一大截 Google 苹果将分别选在 5月和6月 召开全球开发者大会 届时有哪些创新产品 隔空较劲 全球科技迷引颈期盼 TVB新闻 肖明镇 戴源丽 台北报导 网绝来告诉你看懂这个市场 中国大陆赵维他导了一部骗子 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这半个月来带动了一个公司的股价 黄标几乎翻倍 究竟要如何看懂这个现象 待会为您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Foldcast来看一部电影 推升一个公司的股价 半个月可以直往上标 现在您看到的是 他的15天之内的股价价格的变化 这是大陆女星赵维转行做导演 处女秀片名叫 致我们将逝去的青春 不到半个月 在中国大陆造就4亿票房 电影票房带动股市 制片公司叫光线传媒的股票 从宣传起一股18块钱一路飙高 今天还一度占上29.03 涨幅已经超过五成 赵维成为名副其实的戏精导演 绝对不只是演员了 而面对强势的好莱坞电影 大陆自己的片子 能够创造票房奇迹 是因为懂得运用策略 闪避好莱坞的强挡 要看懂这种市场 可以从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这个片子的现象来看起 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 但是我不愿意 15现在的成功 是我用作人的失败换来的 这段经典对白 短短半个月 全中国大陆已经有4亿人 能朗朗上口 这是大陆演员赵薇的导演处女秀 也是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硕士班的毕业作品 这个电影 对我的内心来说 是一个人的战争 这绝对是豪华版的学生作业 赤6000万人民币 上映第一天就以4620万 刷新单日票房记录 赵薇的硕士班 绝对是高分过关了 好多人跟着这部片 叠近青春年代 因为我才21岁就已经演了一部戏 所以青春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山一样压过来 然后需要你用你仅有的阅历和智商 然后去面对无穷的问题 我打得无穷 我从不了 没有看到 赵薇不再是那个21岁 只会搞怪的小燕子 出事提升就晋升 大陆最会吸睛的导演之一 从4月15宣传期开始 制作公司光线传媒股价 从一股18.68元 到今天一度还占上29.03元 涨幅超过五成 估计6507万入带 带动股市的势头之旺 还直逼同家公司的未免者太久 此时此刻现在我让你带过 不要老周把钱给我 一切都好 这跟我们一边有什么关系吗 太久在去年轻松创下12.6亿票房记录 成为记录保时人 中国大陆电影市场 从2010年100亿 到2012年的170亿 每年以30%跳跃成长 电影市场成为世界第二 但却苦于走不上国际舞台 太久在大陆国内能创造惊人票房 但在北美上映一周 只有大陆人民币32万进账 要跟强劲的竞争者博市场 绝不硬碰硬 整个五一党旗钢铁人三 是唯一上映的好莱坞强党 还一度被质疑上映日期 被刻意延后 因为好莱坞大片历来很少 总把大陆国片打得倒地不起 于是票房奇迹背后的秘密 关键之一是选对时机 从每次我闻你你都一定要撑着眼睛 因为我想牢牢看在心里 物片缺乏海外市场号召力 成本回收九成都要靠票房 当期避开未来强敌 成了固守江山的策略之一 中国大陆电影战国时代 以几百万到一两千万的制片产本 拼天下 为了不亏本 青州小菜成了兵家必争的主流市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所有竞争都需要策略 说到行动商务 您的经验应该是扫描QR Code 或者是用手机上网 抓下优惠资讯 再到店里消费的O2O Online to Office的模式 现在行动商务又翻新 有人想出了 透过音波或者是WiFi 把广告无线传输 到目标客户的手上 只要消费者的行动装置里面 开启了特定的APP 他走到店里 或者挑选产品 站在货架的同时 他不用做任何动作 这时候相关的特价优惠资讯 由音波感应立刻跳出来 这种无线推销 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消费经验 街道边的老旧海报 诉说被人们遗忘的感伤 韩国业者推出WiFi Poster 让电影广告再次重生 海报透过WiFi 传到路过消费者的手机中 最新情报预告片一并载入 电影官网流量还因此增加三成 这类无线传输的近端行动商务 逐渐成为主流 一走进店门口 特价讯息透过音波 同步传入手机中 不知从何挑选 产品会主动告诉你 它比较划算 在美国79%的消费者 会在逛街同时使用手机上网比价 正在产品前是最好的推销时机 货架前的音波设备 便是精准行销的秘密所在 行动商务市场商机 2010年达到24亿美金 2015年预估将能突破 美金1.19亿兆 这个战场不只在街道或卖场引爆 甚至延烧到了你家客厅 电视上的声音 智慧型装置听得懂 只要约4到12秒 便能辨识出是哪个节目 给予扩充讯息 这款APP才上线三周 就被雅虎以3000万美元收购 比起被动等消费者扫描QR Code 业者用WiFi和音波主动出击 在我们手中置入广告 行动商务更往前跨了一步 TBA新闻周文宏宅宣 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到中东 这一片断源残壁 是刚刚炸过的平地 美国首府华盛顿 在刚刚过去的周六日 都在热烈讨论 是不是应该武力 要介入叙利亚内战了 美国常年的盟友以色列 比老大哥的动作更快 就在5号凌晨 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哥的军事设施 展开惨烈的三次恭喜 但是今天结果出来 他们炸到的也许未必是军事设施 以色列官方怎么替自己的轰炸并解 他们说他们掌握了伊朗借到叙利亚 把一批打击精准的导弹 要运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手中 所以先炸再说 而叙利亚愤怒的由副外长表示 以色列的攻击行为等同宣战 于是中东情势本周再度陷入紧张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哥市郊遭到空袭 一座军事研究中心和附近的军火库陷入国海 这不是谁发动空袭的 叙利亚谴责美国在中东的好兄弟 以色列率先动手 还说以色列已经和盖达组织 以及伊斯兰逊女教派中 极端保守势力 哈瓦比教派结盟 针对叙利亚的指控 以色列不承认也没有否认 以色列总理之字未提是否空袭叙利亚 只表示他最大的职责是以色列的安全 有没有空袭不言而喻 以色列官方消息指出 军方在掌握一批伊朗制的导弹 正经由叙利亚准备运网 黎巴嫩真主党手中的情报之后 展开空袭行动 以色列表示他们打的不是叙利亚 而是要防止伊朗供应精良武器 给黎巴嫩的真主党 但是真主党经营的电视台 5号播出这则新闻 画面中的建筑物 有的只剩下空壳 有的只剩下屋顶以及梁柱 许多更被夷为平地 废墟中赫然可以见到几只鸡在走动 也散布着不少激情的尸体 这家由黎巴嫩真主党经营的电视台 表示以色列空袭炸毁的是叙利亚民宅 在叙利亚可怕的不只是空袭爆炸 遭杀害的200人初步研判 许多是遭到枪击或是刀斩处决 许多尸体还遭到焚烧 反对势力指控是效忠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 以及民兵在2号发动了这场大屠杀 而阿萨德总统4号出现在电视画面上 大批叙利亚人促勇着他 把他当成了有如南侃当红花美男艺人那样来崇拜 而在叙利亚指控以色列接连空袭之后 以色列已经在北部地区部署了两套铁穹系统 被认为是准备要拦截敌方随时打来的火箭弹 珍州党当初是抵抗以色列侵略 以及占领黎巴嫩而成立的武装组织 拥有民兵5000人武装精良 至今仍然不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而历时超过两年的叙利亚内战 何时有解恐怕连美国出兵都难以解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我们前段报道了本周美股备受关注 要来看的是被封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3D列印技术 我们详尽focus了好几次 美国时代杂志现在把3D列印技术 评为美国十大增长最快的工业之一 反映在企业股价上 现在沾边的各股类股数倍飙涨 向第一大的3Dsystem连七季获利成长两位数 倒数三秒冲上天际 这架看似普通的模型飞机来头可不小 因为包括机翼 机身 都是用3D列印机印出来的 不只玩具飞机凭空制造 连可以搭的飞机3D列印也能照应不误 欧洲空中巴士透露 7月2050年以前要打造出一架3D列印飞机 通用电机公司去年底也收购一家3D设备开发商 要打造喷气式引擎零件 也难怪3D产业会被称作第三次工业革命 不管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3D列印都能做出来 商机到底有多夯 相关厂商的股价会说话 美国3D列印龙头厂3D Systems 连续七季获利两位数增长 带动股价一年来暴增将近一倍 另一家3D列印公司Stratasys 年涨幅也超过五成 今年才刚挂牌的X1 短短三个月也大涨超过四成 3D列印成为全球真相投入新鲜学 台湾版的3D概念股自然应运而生 像是专门代理绘图软体和机台的石威 研发3D软体的大众 销售3D印表机的阳明光 以及供应机器零组件和耗材的值得国金化研能 随着3D列印技术逐渐成熟 都有机会跟着沾光 如果说要真的做这种高端的一个3D列印的话 最主要可能类似像是上银啊 值得这一些做这个滚珠螺杆 现金滑轨的这一些公司呢 其实才是真正有注意的一个公司 3D列印也不是各个都能鸡犬升天 其中石威和大总堪称最全3D概念股 今年以来股价搭上直升机 石威从53块5涨到4月的124元 保充1.3倍 大总不遑多让 股价同样飙涨一倍 还因为连续拉出七根涨停 一度被列为警示股 不过分析师提醒 投资人要抢进相关个股 得小心流动性风险 由于成交量非常小 国本非常小 比较容易有流动性的一个风险 目前有几家大的公司 正在做积极的跨入 比如说像神机 跟这个日商松浦 要共同合逐台湾基层制造的这个公司 在中光店的一个部分 在这也是台湾的一个春季店老产里面 有展出相关3D列印表机的一个成品 那我们认为说 这个后续也是蛮值得 投资片来做关注的 餐敌列印颠覆你我想象 但谁能从庞大商机中分杯羹 还有待时间考验 TVB新闻 肖明镇 戴源丽台北报导 餐敌总裁跟总统 胡锦惠一起访美 这时候他家的广告 推出新版本 讽刺iPhone 待会为您报道 来看的是安倍模式再度出现 补锦惠南韩总统访美 他带了一个庞大的官商联合团 包括了三星 现代LG 乐天 你能够想到的南韩 A咖企业会长 17个企业巨子随行 这个时候三星推出了一个 讽刺苹果 讽刺位十足的新广告 南韩总统 补锦惠首度海外出方 选定美国 这一次还大阵仗 带了17位财团大老板随行 包含了三星李建西 现代汽车郑梦九 LG 剧本帽 以及乐天的行动兵等 A咖会长 号称南韩史上 陪同出访 最大规模的经济代表团 她希望能够提供 更多的机会 专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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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韩大老板 随总统访美之机 三星在这个时候 推出了最新的 讽刺苹果广告 长辈拿的手机 没有S-PIN快速分享 暗指iPhone 是老人在用的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第一季 北美智慧型手机的市占率 苹果已37.4%领先 三星29%第二名 第三名 则是LG的9.4% 三星与LG销售都有成长 南韩西手机相加 在北美的市占率 已经超越苹果 面对三星不断长大 苹果去三星化的战略 正加速进行 iPhone手机 可能从明年开始 不用三星的AP处理器 也就是说 2014下半年 推出的iPhone6 AP处理器 将由台积电代工 台积电也配合苹果 调整量产时程 PPP新闻综合报道 这个星期雨是究竟如何 明天各地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东半部有短暂雨 北部和中南部 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 雷震雨一起来看一下 明天全国各地的天气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 北台湾台北市新北 基隆桃源新竹 明天台北跟基隆 是多云时勤 其他地方会有震雨 高温有30度这么热 中台湾同样 明天高温呢 在南投云林会有32度 23到32度 接下来看南台湾 明天降雨几率 那么宜兰是60% 其他地方30% 多云有雨的天气 好来看一下是东台湾 还有离岛的部分 明天金门澎湖 都是多云时勤 花莲台东连江 明天降雨几率 高的地方有90% 谢谢您一个星期第一天 选择Focus全球新闻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祝您晚安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地球黄金线 地球黄金线